记者刘雨庆澎湖报道,澎湖今年元宵珍视金光闪闪,除了索岗北极殿及山水上帝庙黄金龟王之争外,还有楼门安良庙的2100颗金沙巧克力龟,更有另类走气质路线的胡锡天后宫直角起书活动,取其书中自有黄金屋之意。 深水上帝庙是首间开启澎湖黄金龟祈求的庙宇,但多年来与索岗北极殿黄金龟王之争,一直让外界津津乐道,由于每年都必须加心愿归还,在黄金价格飞涨,庙方单金龟上必一去不复返,因此除了要求有益求其者提供等值单薄品外,更规定龟的主体不能再长大,转以现金或小龟。 金蛋方式加心愿归还 去年山水上帝庙338两大金龟王由允星海运公司报首名启德,今年加心愿增加为360两大金龟归还,增加的22两以金蛋方式归还,令家捐300万元给山水庙重建委员会。 至于索岗北极殿260两金龟龟王得主,福彭喜来登饭店副董张祥红,今年直接加心愿20两黄金价96万元,市价一两四万七千元归还,并有意再度请回饭店作证,但要看神明的旨意。 今年除了黄金龟王之争外,湖西龙门安良庙也出现金龟,只是此金非比金,是以2100颗金沙巧克力制作的金龟,与乌坎高丽菜龟,赤坎紫菜龟及十全啤酒龟,并称澎湖今年元宵。 四大龟,而湖西天后宫则走细致路线,开放民众及学子免费持缴起书香活动,寓意书中自有黄金屋,知识才是无价的财富。